上帝用爱 医治了林牧师创伤的心 想不到他妈妈离世的体会 也安慰了他最好的朋友 康仲文 在丧母的痛伤之中 林牧师一直跟Andy携手度过 想不到大概年纪 接近两年之后 轮到他妈妈离世 所以我又很知道 他又有一些心理准备 究竟如果妈妈离世是怎样的 亦都分享到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分享给他听 亦都帮助到他 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一个交往 因为我想起我妈妈急病 有些冤,我要赶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那晚我八点几下机 他已经立即打电话给我 他在教会开会 开区长的会 我立即来 我很感动 因为我都不知所措 其实我妈妈爆药业的时候 说危态 我临上机机之前 给了电话 阿尔诺 医生问我够不够 怎样可以说够不够 怎样能够说不够呢 阿尔诺就说什么都不要理 回来才算 但我下机的时候 我见到我妈妈的时候是不清醒 所以说你来也没什么用 我都很想自己去安静一下 你说我祈祷就行了 所以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请了我出去 去教会附近去见我 他尽量帮我 安慰我 他的手捉着我 搭着我祈祷 才是最得力的时候 才是最得力量的时候 能够有一份这样的情怀 又比我经验到一件事 圣经里面其实有大胃 就是跟另一个人 那个男性的关系真的是这样 他不是跟圣戀的 是可以的 而且大家都不会有良良康 那种的感觉 但就真的很肝胆相跳 他有一次就约我出来 有个下午茶 他跟我谈论他想搞一个团契 这个团契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团契 大概是五至六位左右 那个团契的特色就是 全部都是男人 大家都很想知道 男人团契在哪里聚会 我们留了很多眼泪的地方 就是在 这个我们旧市团的办公室里面 所以有时感情流露 你一定要找一些 很信得过很熟的人 你才可以说 就是对一些人的看法 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你不可以就好像年轻时 一会随意地说 不可以 当年前Andy举家移民加拿大 地域的商隔 或者时差等等 都无损这段兄弟情 而其中一方有困难的时候 友情的威力更表露无为 以乐, 他很重情的 他每一天… 每天都打电话给我 每天我住在加拿大 他住在香港 他打电话给我时 到凌晨一两点 我在香港时早上做 很甘甜 一日一刻 永无失贪 在他面前可以很尽情地表达你的软弱 你的喜悦 你的不开心 各方面你不需要再隐藏或遮掩任何的事 我觉得这情况是死而无憾的 Andy与林牧师肝胆相照 甚至被取笑是林牧师的儿奶 取笑他们的 正正就是林牧师的正印太太 我们本身在小时 在教会已经认识了 大约我想小学 我读小学去读初中的时间 其实一直在教会里面 最大的感觉是觉得这个弟兄很爱主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吸引的 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 我都很想侍奉神 所以我经常都想将来我的丈夫 她不单只要爱我 她也要爱神 我们其实拍拖的时候 到结婚都有一个盟势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会是爱人 但是我们同样是朋友 最重要是我们能够成为伴侣 今天其实好像上帝 就将我们这三样东西 都完全成就这样 第一次见到我太太 当时教会其中一个姐妹 她很会约的 因为是侍奉 我都开始留意她 在教会里面一起参与侍奉的过程里面 就慢慢觉得这个都挺好的女孩 为什么会选对方 我想是信仰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而且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这么高这么大的 背景生活 我就不像一般 可能想着女孩一定要找个男人来托福终身 不过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一起去走 我们前面的人生的路 林以洛牧师的太太 是继她妈妈之外 另一个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的女人 她的堂会今天可以庆祝到十周年的堂庆 传来这么多年的侍奉之中 她太太的默默支持 她深深感受到这份情 我想如果问她 她通常会告诉你 就是我令她会无后顾自由 无论在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 其实她真的可以很全心全意来侍奉神 因为所有她需要的东西 我是很乐意为她来到打点的 特别现在 因为她经常出外 其实真的很累 经常都选择 各方面的时间 但任何时她搭送家里面 她喜欢的汤 她喜欢的菜 就一定会奉上的 所以我觉得她会第一时间 就一定是想回家 因为所有家里的东西都是为她预备 其实最新闻像是成人节收了一张卡 里面她就写了一句说话 她说因为你 我学会如何去爱一个人 因为我们拉仔不太多决定的事 但还看到她是一个大女 但是她对那些小孩的爱 对人的关心 是我的一种很新的经验 她经常分享的是 我是大女, 她是小孩 我想她不是不能爱人的 不过问题是 没有什么机会去练习 都可以表达 我觉得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和鼓励 我看我现在的人生走到这一步 不知是怎样 但因为她和我同行 我觉得我整个人就积极了 看的东西都是多了 很多人说 你和督徒小孩这么多笑话 其实很多笑话 都是我们晚上聊聊聊天 就聊了出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的生命就没有那么丰富 我觉得很感谢她 她一直看我身边的无限量支持 那种付出 还有对家庭、对教会的付出 以此我无合顾之后 其实是由冲在心底里的感激 言语是代表不到的 2000年和影音乐一起合作 在大球场开了一场报导会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胆壮 其实也没有搞这么大型报导会的经验 有二万人来了 当我呼召的时候 当时有八百人涌下来信主 我觉得禁制不住 很感动 觉得有这么多人涌下来信耶稣 那一刻那种开心 那时候我哭不是因为不开心 开心我哭 我就开始经历了这件事 我觉得跟上帝说 上帝其实我是一个什么人 竟然可以用我在这样的崗位里面 我真的很牵挤在神面前说 这一切都是她的作为 林以乐一个懂得说笑 还懂得说情的牧师 他的亲人 朋友 伴侣 他们都和耶稣基督一样 都是将爱与情 用身体力行的方法来演练 令到林牧师也懂得用情用爱 这几年 林牧师没有停止过报导 他的足跡由香港 遍踏世界华人社区 因为他有一个使命 就是将自己亲身体验到的爱 一份源自上帝的不老真情 传达到人间 爱是永不自食 林妈妈现在虽然居住在天家 但透过他的儿子 这份爱仍祝福着林牧师和他身边的人 你想不想用爱祝福你的下一代 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我们爱 因为神才爱我们 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爱世上每一个人 猜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作来挽回祭 这一切信耶稣的人 都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 天父啊 愿世人都能够经历你爱的大能 在爱中得着医治 能够彼此接立 互相扶持 更深体会神的爱 超过地上的一切 但愿世人都好像 妈妈一样 懂得用爱祝福下一代 叫我们能够世世代代认识主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如果你想认识主耶稣 对基督教有兴趣 欢迎来带人生热线 8100 8012 要量人生有着这转棋 多么的精彩 每步每天也活彩 闪睡耀眼的光彩 无论雨着什么惊慌 我会答应我气闯荡 成出两里疾风天边海里飞 Shining light 我会答应我气闯荡 成出两里疾风天边海里飞 Shining light 我会答应我气闯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红旺 热红旺 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